字幕組織為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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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是從新錄一段 我是Lisa 我真的是Lisa 我是發 我是Cindy Kelly又請假囉 你是不是跟我好想 我的聲音聽起來很像Lisa 但我真的是Lisa Lisa怎麼了 反正呢 健康的Kelly請假了 然後我現在在臨時帶打 然後現在跟我在同一個 那你以前有宿醉嗎 我今天沒有宿醉 我今天起洗得很 很清醒的 健康的Kelly請假 對健康的 然後我心底帶打 然後現在跟我在一起了 她跟Lisa 病得很重 一個是 Lisa是身體沒鬆快 我是那個心內沒鬆快 都是同志遊行開的 你是因為遊行感冒嗎 我不確定啦 溫差很大 你有出去是不是 對 我在那天要去的時候 就是猶豫很久 我到底要穿什麼 因為早上下雨對不對 我是滿晚才過去的 然後就是 我就一直猶豫 到底要穿得少一點 還是要穿得多一點 你說比基尼還是 因為穿得多一點的顧慮 是因為我有年紀 我怕感冒 然後穿得少一點是覺得說 要符合那個 遊行的主持 遊行的價值 好 你 所以最後我選擇穿少一點 然後我就感冒 好扯喔 好丟臉喔 我覺得我們在 我們是不是花太多精神 就是那個心力 做節目嗎 沒有我們花太多心力 在想遊行 對我們意義到底是什麼 然後因為我想的太多 想到多到我後來就壓力太大 我就不去遊行 所以你沒有去喔 我沒有去遊行 難怪我都沒有收到什麼 但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今年看起來是很棒的一個遊行 每一年都滿棒的啊 哪一年不棒 因為以往遊行 我記得以往政黨參加遊行 都會很 就是有一個那個 我們要隱晦一點 就是我們要 我們要站在遊行隊伍中間 但我們要讓主角變成同志 就是主角是同志啊 我們是支持的 搶別人風口 敲落打鼓去 但我今年看到民進黨 是很高調的走遊行 我反而覺得 這個心意是很十足的 因為他們就是 過硬的滿滿的那個 大的彩虹的檔起 其實這一次看到那個民進黨 站在那個遊行中間 我覺得滿傻眼 他們這一次人好多 好超多 然後 現場還有遊美女嘛 然後還有范雲 鄭麗君是不是也有去 鄭麗君對 就是幾個 在同志婚姻上面的要角 而且是推動的推手這樣 很努力推動的第一把推手 最後蘇貞昌也有去 對蘇貞昌也有去 然後陳菊也有去 他是走另外一個那個人權什麼 一個人權大隊 一個團體的 好像他是南線 反正就另一個路線 幾乎就是民進黨跟 過去跟民進黨相當 就算是接近友好 還有一路走來很多 我記得有一些藝文圈 電影圈還有性別團體的人 都一起走 因為我覺得民進黨這一次 聲勢滿浩大 而且他們都沒有拿檔旗 他們也沒有穿那個 他們有穿那個彩虹的 對他們沒有帶那個檔旗 或是民主進步檔那個 他們就是有做一個彩虹的旗幟 然後就是很多年輕人 我在想應該是他們青年部的 都在旁邊那些人 對在旁邊 然後這一次我看光是他們隊伍 應該有到一百多人 應該有超過一百人 這麼多 真的 而且就是年輕的面孔 然後可能因為 又是選舉年 所以其實很多的候選人 像阿苗啊 都一起去 挺魚啊 黃捷都有到現場 或是今天晚上就會見到那些人嗎 還不確定 露露河就跟藍白河一樣 我們不到最後關頭 不會做出任何的那個 我覺得我要很肯定 民進黨走遊行的一點 是因為今年遊行好可怕喔 什麼意思 就是動彈不得 真的嗎 人超多 人超多 我才大概進去逛了 因為我有在市集那邊走一下下 然後就大概才走了不到一個小時 我就好累喔 我腰就好痠 可是每年人都很多啊 今年 主辦單位是喊十七萬 但是我記得過去 好像有曾經到二十二萬到二十五萬 今年真的有好多外國人 我覺得外國家力有點越來越多 喔 我要講 我禮拜五 因為禮拜五的時候 整個西門町就是大塞爆 然後我就一直跟自己講說 好我不要過去 然後 所以我就在東區 晃蕩 然後東區滿路都是同性戀 然後我今天一面就想說 你們給我回去櫃子 你是零 而且我都叫不到計程車欸 真的 我同志遊行結束之後 跟朋友約吃飯 我真的是叫不到計程車 而且我連Uber都叫不到 到處都是人 對 好可怕喔 還不是看我們在賺錢 粉紅經濟 但我真的覺得就是 就是 我 我要講什麼 從上週就來討論 就有些政黨有報名 有些沒有報名什麼什麼的 然後大概也是 欸對民眾黨真的有去嗎 欸他們有去嗎 欸我不知道 但好像現場 我看到遊行有一些 我看到照片有人在舉一些 因為台灣同志遊行還是蠻 政策取向 跟政治 政治那個 訴求還是蠻明顯 以前是有很多人舉一些 一些標語 就是叫大家注意一些 仇女言論的候選人什麼什麼 我覺得很可愛啊 那新竹不是也有一個 萬聖爬 建爬 他們建爬人多嗎 也就是說那個 八家 欸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話蠻聯盆 那叫什麼 家將 關手 關將手 沒有一個說對 就有人在那個 萬聖爬 他扮成那個 新政治提款機 我們要幫他證明 就是戒嚴爬 戒嚴爬 他真的是戒嚴爬 沒有我們要證明 他那個是配合ATM的車手 我看到那個 影片現場 流傳出來的影片 我覺得超級不可思議的 你說有人扮成那個 簡單說一下 就是有人呢 在新竹的那個 萬聖節的 變裝party上面 他裝扮成 新政治提款機 像我們上次提到那個提款機 對對對 就是他的提款機上面的 螢幕可能就是什麼 挖 挖棒球場啊 什麼什麼的 反正就是在諷刺高雄案的 那他走在路上的時候 有八個 畫著臉譜的 觀將手的人 有到八個 對啊八個 然後圍住那個提款機 不讓他前進 那個提款機裡面是有人 是有人的啊 所以他不是擺了一個提款機 他是直接整個人 他可以移動 整個人進去提款機 那蠻熱的 很熱啊 然後圍住那個提款機 而且就是不讓他 我覺得很可怕 那就有點像是之前那個 那個教會的人 會圍住同心靈 反同團體會圍成人 對 圍住人 可是他們現場沒有警察 去管 因為這也很優惠啊 就是他其實也沒有違法 其實他沒幹嘛 我就是圍著你啊 我也沒有動手大 然後 就給你壓力了 還有另外一個我會覺得很擔心的是 通常那個官將手 因為他們其實是神明 就是當你畫上臉譜的時候 你基本上 是不能說話 幹他們在現場抽煙欸 可是那個臉譜好像是 是不是要看 你有沒有畫到正規的 不知欸 嗯 這個跟一些比較神秘學有關 欸如果警察來現場 他們三個 就三個素材 就組成一個反詐騙的畫面 你說車手 就是ATM跟車手 還有警察來轉 欸所以民眾黨真的是 沒有辦法跟黑道切割欸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子直觀的認為 我們也不是說那些人就是黑道 但看起來的確讓你覺得很奇怪 真的是 不知道要說什麼 這其實真的是一個蠻小的玩笑 就是 你自己看我們剛剛講到的同志遊行 我剛剛有說現場其實有 我相信一定有不喜歡民進黨的人 然後也有人是舉牌 反對國民黨跟民眾黨 但這些事情在同志遊行 大家都可以接受 大家會覺得 你支持你支持的就好 然後也是開開心心的 同樣在新竹的萬聖 這個是更小孩的活動欸 萬聖節的派對 你卻做出 請一些非善類 我覺得是非善類的 可能不是他們請的啊 或者是你要約束自己的支持者 而且警察是沒有作為的啊 雖然剛剛發有提到說 他們做的事情很優違 確實是沒有實際上的違法 可是他確實是造成恐懼啊 嗯嗯嗯 那藍白河現在到底走到 他們今天是今天嗎 不是有開個會議 然後說什麼 就是說幾點會公佈他們要的是什麼 可是他們也什麼都沒有說啊 完全沒有說 不是之前不是已經逼婚過嗎 他們說他們反對民主獨裁 但我覺得 什麼是 等我們確定一下什麼是民主獨裁 反對民主獨裁 喔就是現在 就是像Chip說 民進黨超佳一樣吧 但他現在還不是罵得很過癮 他真的是不懂超佳的意思欸 而且那個網路常常在那邊講 為什麼綠共綠共啊 發了真的是共產黨 哪准你們在那邊講綠共 欸我我週末的時候 可以講西蘭嗎 可以啊 就是我蠻喜歡西蘭的長相 所以我有一個 好的 發發都可以說他喜歡博恩的 我說我喜歡西蘭的長相可以吧 我沒有喜歡博恩 然後 我是喜歡博恩的學歷 反正我就是會 我就週末就是在那邊看他的影片 我就又再重新review一次 他講說要逃離上海那一段 就是剛剛你講那個綠共的時候 我就想要說真正的共產黨 到底會怎麼做 你們可以去看看西蘭那個時候 在講上海封城的那個時候的影片 還有一個YouTube我也會看 他叫陳老師 是一個中國人 李老師還是什麼 陳老師吧 李老師是推特那個 哦 李老師不是你老師是推特的 是嗎 常常會貼一些中國的抗爭現場的影片 對那個那個 健白質運動什麼 對沒有錯 我講的是陳老師 就是一個戴眼鏡 書聲樣的中國男子 那他現在在美國 那他現在在美國 然後他其實有 批判了蠻多中國的實證 然後也被中國的公安關切 我覺得大家也是可以看看 然後他們的那個 剛剛協商的那個四的聲明是 共同進行第三波民主改革 第二波是什麼 對我不知道 第一波又是什麼 第一波應該就是塔綠辦奪回政權 沒有我覺得他的第一波 比他那麼愛蔣經國一定是要講蔣經國 蔣經國十大堅實 他應該第一波是指這個 所以第二波誰 林一雄嗎 真正的抄家那個第二波 然後他的第二點是重啟兩岸對話 恢復台海穩定和平 我覺得大家一直要說什麼 重啟兩岸對話 講得好像現在不跟他們對話一樣 我們一直都有對話不是 對啊 不對話的人不是 不對話的一直都不是台灣 嗯 其實選民進黨 還是一樣可以兩岸對話 因為國民黨還是會定期廢到中國 我覺得這一次的選舉 真的就是 賴清德跟習近平的 啊 講到習近平 李克強死掉了 對耶 之前有提到嗎 欸 我們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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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提到這個 李克強他 18歲嘛 心臟病發死掉 嗯 你說他幾歲 68 然後他心臟病 心臟驟停 喔 那不是跟週末那個 馬修 六人型那個 對六人型 他幾歲啊 那個 馬修好像 54歲 對 我覺得狀況不一樣耶 因為那個 那個 Chander他是有吸毒史的 對對對 而且他 他是溺水是不是 他在家裡的浴缸 我在想應該也是 心臟驟停 那李克強是不是就 之前被嫁走那個 對對對 但是 欸那不是胡錦濤嗎 欸 被嫁走的 被嫁走的不是胡錦濤嗎 我記得 可是我只有覺得 中國有心臟病或什麼 是胡錦濤嗎 對 李克強是那個啦 沒有人家傳 後來李克強走了之後 開始傳那個胡錦濤被嫁走 是說下一個 就是 想說 對會擔心說 會不會下一個是胡錦濤 那之前那個 之前在網路 就是對外說中國 實際上很多人領的是低薪的那個 是不是李克強 對啊 是李克強我記得 然後後來就是 因為李克強其實好像在中國國內聲望很高 喔是喔 對對對 他如果發表完那個之後就有點半消失狀態 我沒有這麼了解 不要一直看我 我也沒有那麼了解 但是 但是我的理解好像李克強算是習近平的政敵 所以 只要在中國有聲望的都是習近平的政敵 嗯 連媽祖什麼的都是 民間信仰 民間信仰都是的 嗯嗯 我想要講一下那個六流人行那個 圈著走真的是 就再也看不到合體了 就會有點遺憾 我們這裡已經活到一個我們小時候的回憶會慢慢走入坟墓的年紀了 你們是不是都有看那個有生之年 有 我有看 我也是周末把它看完了 你覺得好看嗎 哈 我一開始覺得很難看 因為她很台劇 不不不我不是第一台劇 她很內 你跟我好好講話 她的節奏是比較輕鬆的那種 因為我跟Lisa比較喜歡看很悲情的台劇 我沒有你不要拉我 你不要拉我下去 你不要拉我下去 生之年是吳康仁嘛 在Netflix上 最近上的一部台劇 還有張榮榮 反正就是看完有生之年 我就覺得 嗯大家多保重 生命其實真的消失的很快 嗨你也想做Podcast嗎 想FIRSTORY 讓你的節目輕鬆上架 輕鬆實踐動態廣告之路 建議你的會員訂閱制 分潤更EASY 當你自己的SugarDaddy or Mami 那趁著今天Cindy回來想要幫那個 錄師們表達一下對於Cindy的愛 就是那個青蛇跟白蛇啊 我超過愛情爛故事的 我們什麼時候把那個機關那個下架 它一直在干擾我們的演算法 你知道你如果想下架的話 你一樣就是打開你的Instagram 我先給立刻下 還是我先把它藏起來 那我們下一集就來繼續講 你還有什麼爛故事可以貢獻的嗎 超多耶 你想貢獻嗎 可是我覺得最驚訝的是 反正就是那一集上了之後回想很好嘛 然後我不是私下有問你們三個 就是我是真的很吃驚說 你們怎麼可能愛情沒有爛故事 你們三個人很正經 我真的沒有 有爛故事但是可能不太敢講出來 我覺得其實那整個故事荒謬的程度 當然就是很厲害 但是一方面也很佩服你現在就把它講出來 願意講出來 因為很好笑啊 它是我愛情履歷上面的一個徽章耶 很重要的作品集 對啊它是很重要的作品耶 我只要喝醉都會講這個 太好笑了 可是你現在確實是可以笑看這件事情的 對啊而且我跟那個許嫻他兒子啊 其實 許嫻他兒子 你要那麼理所當然的講完 許嫻是誰我現在忘記了 為什麼許嫻會有兒子為什麼 不是有人說 雷蓬塔在哪 哈哈 在浙江喔 浙江是真的有 所以真的有雷蓬塔 對啊 有人就說 該不要去中雲無花城 沒有我後來 其實在分手蠻久了之後 那個許嫻的兒子他其實也有來找我 我們兩個其實是有稍微和解一下 許嫻有兒子 不是反正就是那個 他前女友 他前女友 我們其實是有和解啦 就是他有很認真地跟我道歉 你說為了這個故事跟你道歉嗎 沒有他就覺得那個時候對不起我 他不是因為跟你講的這個轉世的故事 沒有我沒有跟他講說我跟其他兩個人 真的假的 他不知道這個 沒有這樣 所以我沒有跟他說 你沒有想要享受那個拆穿他的 沒有 因為那時候他來找我的時候 也是一個很離奇的狀態 就是他 腸胃炎 半夜腸胃炎 住進台大 然後他就是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想說 天啊這個人 因為我就是覺得 跟他分手之後 我覺得這個人很爛 然後我想說天啊 他既爛又可憐 因為他竟然 你的聖母病真的是 人耶 所以我是真的半夜開車去台大照顧他 天啊 然後他就是在那個病塌前跟我道歉 不是 講到好像都會掛了一樣 他不就腸胃炎而已 對就腸胃炎 很多人腸胃炎也是自己去掛急診的 好講完了 在那之後就還好了 你真的是戀愛腦耶 沒有我覺得你是聖母病 但那時候我已經沒有愛他 我那時候只是覺得說 天啊你是沒有朋友可以叫嗎 你怎麼會找到前女友 那今天晚上錄如何的話 我們就跟藍白盒一樣 我們不到最後不會 就我們有可能會去 不輕易鬆空 因為我們會比他們先 我們自己這邊會先上架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告訴那個 人愛路四段 是什麼 你現在要講什麼 又要隔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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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還沒有見面前的不算 我們真的有要錄如何 可是他們都已經專門做 就是為了特地做一張圖 藍白盒也是啊 藍白盒一直說 等一下宣布結果 就根本沒有 你們還記得今年的情人節 郭台銘還跟柯文哲在看月亮嗎 你說在金門還哪裡 對在金門 你看 看月亮 世事多變化 有拍一個背景照 可是我其實有點看不懂 那個柯文哲現在到底在幹嘛 我覺得柯文哲就是在玩弄藍白啊 然後他 欸 不是藍白是誰 柯文哲在玩弄 玩弄國民黨 國民黨 他現在就是 把鍋拉近 然後一起打賴清德 我其實覺得 一起打猴友椅吧 沒有啊 我覺得他們現在不就是要把猴友 我覺得柯文哲現在要的就是 我覺得柯文哲現在要的就是 國民黨的票 所以他現在一直在 拉近 我在跟國民黨合作 但都沒有進展 的目的就是 為了讓國民黨人 最後可能會投給他 然後朱立倫好像也不擠齁 朱立倫 欸對啊他們好像都老心宅宅 朱立倫這道改名 不然他不適合 當國民黨當主席 為什麼 他的血印就是蘇綠倫 什麼 今天我們都叫蘇綠倫 蘇綠倫 就他當上黨主席之後 國民黨運勢變很差 我那個 上週的時候 我還有看到有一個留言 我有點不太爽 什麼留言 就是我們 禮拜五那一集 是有講到藍白甲的問題 有嗎 有 我沒有吧 我怎麼沒聽到啊 我才不會罵藍白甲呢 不是啦 是你在講 你在講說就是 其實真的同志裡面 還是有很多人是支持 那個民進黨的 就是 因為現在很容易大家就會 聽到同性戀 性少數就說 那一定都是 都是蘭 蘭白粉之類的 然後你就說你 其實體感不這麼認為 我體感不這麼認為 對然後有一個留言就是說 嗯 同性戀就都是藍白 就是都是藍白甲 就是 都是藍白甲 把我放在哪 我不知道 然後他就說 就是一群不知感恩的人 就是這些留言我覺得 如果你有聽節目的話 我覺得你們很 我那時候當下有點不開心 我就覺得說 什麼叫做不知感恩 其實蠻不爽的啊 因為我覺得 比方說 就像有些人提到原住民 也都會說 原住民不知感恩 對 提到客家人 客家人不知感恩 都知詞蘭的 可是我覺得這真的 對 民主政治 你要怎麼樣去做你的政治選擇 真的都是個人的自由 而且原住民或者客家人 他們是用那個 真正的投票結果去 去判斷出來 但是同志都挺藍挺白的 他們是靠幾個 不知名 不知道是哪來的 網路帳號寫的東西 每年貼一次 然後他們得來的印象 對啊 我不確定他是不是同志啊 但是他是不是同志這一點 都無關於 我覺得他 我對他說不知感恩 這四個字的那種感冒程度 我們 欸是中國用語嗎 感冒程度 不是吧 應該不是 我感冒 我覺得 再怎麼樣不知感恩 即便 even他講的是對好 even他講的 嗯 同性戀就是不知感恩好了 我們再怎麼不知感恩 都比不上柯文哲不知感恩啦 好 可是這個 我好生氣喔 我應該要喝點酒 哈哈 你應該要贖罪的 我要說一下 就是我其實上週 就是因為看到那個啦 每年遊行前 都會有人講這個 不知感恩這些 然後幫我們打成藍白甲 所以我上週因為這件事情有點不開心 所以我不開心到最後期有點不知道 我幹嘛 就是幹嘛要上街 就是很多事情累積起來啦 但是就是 那個感覺會讓人家覺得很 雞歪 就是會覺得你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但後來很開心是看到遊行後 就像剛剛他們說 同志都是藍白甲什麼什麼的 但我們看到遊行現場 就是整條綜號動作上 其實他這樣講話是 不關我們女同志的事 呃 關 我覺得是關 這個時候又關了 不是你去看遊行現場的影片跟照片 就綜號動作整條人 都有人在跟民進黨打招呼 都在跟賴行人打招呼 所以那些是黨工是不是 就你如果說全部都藍白甲 難道那條路上都是藍白甲在打招呼 或是走北路 或是走南路線的是藍的 要這樣分是不是 我真的覺得那個很奇怪 就是我好歹也是一個 出櫃蠻久的男同志 也算是一個認識蠻多人 可是就是你的體感 跟我的體感不一樣 對啊 有一個關鍵是 當你支持的政黨 已經走上街頭去 繼續開 把這條路走更遠的時候 你在後面拆路是什麼意思 就你這期不會幫到民進黨 對啊 嗯 基本上我還是蠻高度肯定 今年民進黨聲勢浩大就出來 而且其實我看到蘇貞昌啊 陳菊啊 上街 我是真的蠻感動的 不管啦 不知感恩啦 好替民進黨感到不捨 還是流行 台下都是藍白甲 民進黨就是不用幫同志做那麼多事情 欸我說真的我覺得同志的忠誠度很高 因為同性戀是一個很 尤其是Gate男同志 是一個非常社會化的族群 他們很依賴彼此的那個 你剛才什麼意思 等一下說我們女同志 我們女同志不社會化嗎 沒有我說 應該是說男同志很很 就是男生很需要聚在一起 他們有一個那個 團體動力 女同志可以很獨立的生存 不需要那麼依賴彼此 我覺得女同志比較成熟 我們比較幼稚 等一下 Cinty你有肯定這句話嗎 某種程度上面無法否認 男同志很追求一樣一致性 或是我們要有自己的文化什麼什麼的 所以男同志圈這幾年 的確有那個 啊你還在支持國民黨 民眾黨 會有那個 所以我上次有講到 就是他們其實還沒有聲量 他們唯一聲量就是 你剛剛說那些留言吧 可是我覺得 我沒有想要改變這個人的想法 我只是想反駁他 那他要不要接受隨便他 不行我要改變他 我只是覺得說 看到這一些留言的人 不要再誤會說什麼同性戀 都是藍白甲就好了 而且大家記不記得 今年遊行期有一個那個賴政哲 以前金晶書庫的老闆 他後來其實 我記得他後來也是到中國去 然後他這次竟然走在 民進黨的隊伍 這其實 這件事可能很難解釋 但如果你是對同志運動有一些些認識的 你會知道這個事其實 就是 是一個 民主跟自由真的是很重要 對 而且也不是憑空得來的 真的是有一些血淚 一些死亡 換取而來的 大家真的要記得這件事 好 那最後就是賣個關子 今天晚上的那個 陸陸和 我們還是不確定 因為我真的 感覺到我的那個 病況越來越嚴重 我現在已經開始在投婚了 會不會做的是 蛤 還是吳貞在做法 對 他們是想要創造一個 是我們不參與 我們就是不遵守承諾的那個 我ok啦 哈哈 我們承擔的污名跟惡意很多 對 我們本來就是不知感恩 那種心靈 對 好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喜歡重新錄一段的記得到 IG YG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 搜尋 重新錄一段 追蹤訂閱 還有線動Pag我們喔